严宽恒最近是频频遭到爆料 而现在有原因传出了 说因为他是长子 从小说到严清彪的疼爱 年纪轻轻就身价惊人 光是在大台中地区的土地就有67笔 价值是好几亿元 加上现在爆料时机又选在严家的大家长 严清彪还在坐牢的时期 现在引发外界掀起了严家内斗的阴谋论 十四克拉传界价值千万 严清彪曾说 手上这颗全台最大 不过事后却被发现 这颗钻戒财产申报看不到 当时的严清彪这么回答 不会严把财产登记大儿子严宽恒身上 但就这么巧事件曝光后 严清彪的财产申报 身价逐年递减 2006年台中杀戮区土地有41笔 但到了2013年只剩下两笔土地 足足少了39笔 反观严宽恒荡选立委 首次申报财产 光是大台中土地有67笔 市价至少数亿元 年纪轻轻就这么有钱 只怕多是来自父亲 但严清彪总共有五个孩子 严宽恒是大房黄美贵所生 二房侯丽君还有四个孩子 这样摆得平吗 严宽恒孕父小三桃色风暴 意外扯出严家内部争产阴谋论 严家的大房二房之间的事情 一向这个严清彪一向是摆得平的 可是问题是因为他现在人不在 严清彪通常一向在他们家里面 在严家具有大家长的那个姿态 只要他一回来 那么应该这个状况就可以米平 严清彪有两个妻子 五个孩子陆续开支 三页标准大家庭 这回人还在狱中 家世纷扰连环抱 只怕严宽恒快要hold不住 得等严清彪出面摆平 三地新闻台北综合报道